看南海清白片的洞灑群都 其實是一朝規法的散布犯罪 民國九十六年規保著台灣 第一朝會用規格公園過後 前五年的保育生態和開放民眾去參觀 因此多位府県散布的覆蓋力會切剩 會帶來不中規範 會是規法的會促創 看台灣會被也會難看得到的 下個天使也會提供的採訪 去看這個神秘的會促創天堂 也會探訪這個會促創公園 南北海清風場館會面臨用來的挑戰 這個神秘的會促創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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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促創天堂 不如說台上都沒辦法來填 大家在這個地方 聽說我們從來中的社會 這個神秘的會促創天堂 其實是一桌一桌的神秘 在前半年的時間 將做的連桌的飯堂 沒有推翻唯一的飯堂提供 其中挑創天堂會促創天堂 會促創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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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促創天堂 會促創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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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到外面去董事堂 女會 這間由你是不說的案法 按教學的會促創天堂 有豐富的神父自由 和會促創的生態 會促創天堂 法律的極格公園 最深的地方 和極格公園 從神父有做富裕的通道 我們慢慢的 神父是越來越多 所以他們都會促創天堂 和他們都會促創天堂 和他們都會促創天堂 都會促創天堂 同我自己的動作犯罪 除了會促創天堂 經常生的金子 有兩百五十種比較高的散負 同五百兩種 用法促創天堂 有一樣會促創天堂 會促創天堂 菲律賓 馬來西亞 波羅洲跟印尼有沒有 這是珊瑚的種源的棋 全世界的珊瑚 前來珊瑚礁的物種 是從這裡往四周擴散的 這個東沙島也剛好在這個邊緣 所以它的物種多樣性 隨著這種洋流或各方面 它提供的物種的生物多樣性 是非常高的 那體型就像一個巨蛋麵包或者是一個抱枕一樣 那直徑可能可以到三十公分左右 這個還算中型的大小而已 那它們主要會吃一些活的 珊瑚的水溪體 像你說像墾丁的海藻 也都是侷限在幾個地方 從我開始潛水以來 那但是像東沙的話 你看就整個島的周圍都是 多風的田樓海 因此某數到年齡 仰向蘇聯東沙 團伍也都出了情勢 像是一直從老年夜的沙發拍對 天天會用保佑本娘提供 征服地名過九十六年正式成立 董莎過家公園 在台北九十六年會用過家公園 因此在島方 要成立的保佑中心 同工作山 做山腹副佑 同生態的保佑下地 鳥類的舊傷 海龜的舊傷 還有珊瑚的富裕 是我們目前的重點 這個珊瑚的長成 其實代表的意義 不只是環礁的恢復 還包含 提供了這些幼小的魚類 躲避棲息 密食的一個良好空間這樣子 在南海被PNA當沙發 只有每當合適 更能採取醫生和學生資料 過口匙基金地下水道 成立貴金研究棧 希望發表動作體力 有私 而以上過面我們要學習的研究 國家公園的話基本上就是以保育 保育是他們最重要的目標 那我們的話就是研究 與研究上的價值為最高的準則 跟生物無關的 從物理化學 海洋、天文、地震、地質 什麼通通包涵 不過今天不奉猜 講講講的動作會順 帶來各國的垃圾 因為看到出境 我們的出海用的垃圾問題 所以應該更加小心 亞哈董莎 過家公園 萬個民眾參觀 因爭豆豪無淡水物質 好早知道 人拜祝神會回復 因果的鄉等生態理由 代替以法律的房子 而講到 環境的負擔 將對於保育壓達 讓後夜整部甜通 與保育 與保育 於不良 有